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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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国家的号召什么呢 老百姓都随着 有提的是走兽灯 有提的是海鲜灯 天上飞的 地下跑的 草坑蹦的 水里附的 各种奇形怪状的灯全有 大人也提灯 小孩也拿着灯 八角的四郎的八卦的 阴阳云的 各式各样是奇形怪状 离远处一看 跟登山相似 那是什么地方 怎么那么亮 按照方向判断 那是五凤楼 皇宫前面的五凤楼 听家人们说 今年皇宫里头也砸灯了 那灯花样都翻新 我这要到五凤楼去看看 得多高兴 去不了啊 就在这看看 它这个荷花大街 咱们换句话 新词来说 这街比较背 人比较少 要不是过街的关系 没这么多的人 为什么 一些当大官的府地 都在这 大官的府地 一家也离家 这个地方一般闲杂人 它没有 所以你要看真正的热闹 你在这你看不着 薛刚心里都琢磨着 我要跳出去到街口去看一眼 我什么都看见了 我也没跟家里都请假 我出去谁也不知道 我呀 我出去看去 我就到那路口 看一眼我就回来 我爹娘怎么能知道 在这时候我也不惹祸 就是我爹娘知道了 那我看看热闹大过节的 也不能怪我 我就是这个主意 把腰里的带子系了系 帽子摁摁摁 靴子提了提 周身上下紧沉利落 去 一村上了墙头 双腿一飘 撑 跳到街上去了 家人们都忙着 谁也没估计到这时候 这爹出来了 寂静人群 往这儿看看 往那儿看看 高兴得不得了 就真热闹 把仇事都全忘了 他心里想得平好 我就到街口 看一眼我就回来 但是到了街口的那个人 把他挤到人流之中 想抽身也出不来了 就随着这人流晃 把钱挤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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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走越远 是越走越远 把回府的事忘了 干干净净 要不等年轻人 正看着呢 他突然想起来 呦 什么时候 快半夜了吧 我爹娘肯定是没在府里头 一定陪王半价 今年有事 但是我也得早回去点 一旦我爹想起我的事了 回去一找 我没了 老人家该生气了 我呀 回去吧 见好就收 皮肤转身 刚想走 您说该着不该着 该着出事了 就听见女子尖叫的声音 救命啊 救命啊 一会儿乐奴 驾着个姑娘 姑娘的衣服全都拦开了 皮头散发 驾着往胡同里跑 后头跟着个小子 这小子是歪戴帽子 斜瞪眼 手里拎着鞭子 那嘴撇得跟八万差不多 黄毛丫头不听我的 行吗 在这京城之中 爷爷剁一脚 地皮都颤三颤 就凭你不听 一会儿我再收拾你 嘴里叨叨咕咕咕 往前走 后头跟着一打棒 有个老头追上来 哎呀 少爷爷 少爷饶命啊 少爷饶命啊 小女太小啊 年方 16岁是个孩子 您就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 我说你这老东西真找奏啊 你那么大姑娘了 本少爷喜欢上了 玩玩算什么呢 薛刚那是什么人呢 辟天行道 除暴安良 幸如烈火 一见这种事情心里清楚了 哦 强男霸女 胡作非为啊 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 仓龙卧虎 这是有王法的地方 大节日的时候 你们竟敢公开的 胡行遮欢了得 官府的人怎么不管呢 官府的人都躲哪去了 哦 你们就懂得管老百姓 谁没能得管谁 有势力的你们不敢管 薛刚刚想到这是怒满凶堂 没没就立起来了 什么都忘了 啊 吃 往前一蹿 把这公司给拦住 折 你们这干什么 我那边把那女儿放下 把那女人放下 别走 那把人刚进胡同口 一听喊声吓的 把这姑娘也放下 不知出什么事 这公子抬头看了看 啊 你啊 认识认识 你不是薛刚吗 哎呀 好啊 前者你把我父牙都给打掉了 我父亲开了恩了 没追究这件事 听说把你带回府里 币门思过百天 我说你怎么跑出来了 你跑出来 欢子八了 你跑到这儿管起少爷 我的闲事来 你给我滚 滚 你再多管闲事 我马上告诉我爹 奏明天子杀你个二罪归义 滚 薛刚一听就他认得我 谁啊 你是什么人 我什么人呢 当朝一品大员 又搬大成像张天左是我爹 我说花花太岁张宝 是也 花花太岁张宝 薛刚早有耳闻了 听说有这小子 京城的一霸呀 那坏事简直做的就太多了 干嘛呀 他看什么灯 什么灯他都不想看 他就借助人多的机会 看少夫长女 专门在女孩身上下功夫 每一年就这个季节 每一年这时候 那坏事的 没少做 今天就安着这个心 正好相信老头领着姑娘 来看灯来了 你小姑娘挺纯洁 长得挺好看 让他看中了 跟人家讲好价钱了 这姑娘陪着我住一夜 我给你二十两银子 你这老头能干吗 人家不干就打人家 人家不打人家 就抢人家的女儿 这是往府里头架 那个说 似乎你们说哪一套书上 怎么都有类似这样的事 对 几乎都有 因为这个事它有啊 我们说的几乎都有这个事 比那事实上的事 要少得多得多得多 这些顽固子弟 仗着老子当大官 别有势力 越来胆子越大 所以古往今来 就这一组人是最遭恨不过 那说薛刚爱管闲事啊 这社会上就缺少像薛刚这样的人 最好多有点 路见不平八刀相助 要都有薛刚这样的人 那社会治安还就稳定了 就怕很多人光看热闹不敢管 都在那旁边冷眼相关 恐怕祸及自身 那不就完了 恶势力就抬头了 那薛刚见不得这个 薛刚听他报完名之后 劝他把这孩子给放了 还他罢了 不放 今天我不答应 三说两说说 查了当场动手 薛刚的脾气兴如烈火 挥动双全 啪就离个通天炮 把这张宝揍的 我的妈呀 一根都摔在那 恶努往上一床 薛刚抓住手腕的一个倒背口的 一抬腿腾又一个 一晃拳头躺下六个 他那家多大能呢 那是一头虎那是 打的这些恶努是东倒西外 光顾这事的那姑娘这才获救啊 姑娘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 把头发和梳了 见着他爹跑了 也没顾得问薛刚叫什么名 说两句客气话 没那时间 等以后再说他们跑了 薛刚还没完呢 心说好你个张宝 留着你人间的祸害 你不是糟蹋这家的女孩 就是糟蹋那家的女孩 今天我把他逮着你 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而往那里走 我追下来 张宝这下在偷钱跑 哎呀我的妈呀 跑着跑着一回头 哎呀我的妈呀 你追下来 那家叫薛刚把他逮住 他还好得了 他东一头西一头 您别忘了 灯节 哪都是灯 哪都是人 这下子跑 薛刚抓他不好抓 净人的 他自留钻到人群里头去了 薛刚还得找他 事情也该找吧 这下子跑来跑去 跑到五缝楼来了 五缝楼就是进城 就是皇宫 前面一座楼叫五缝楼 今天没说 花灯盛会 格外隆重 皇上降旨 普天同庆 万国来朝 各国的使节都来祝贺 你想多隆重 这五缝楼就成了中心地点了 五缝楼就周围 大的那个牌楼 大的那个灯楼 高耸入云 一分都分几十层 各种灯 瞅着眼花缭乱 今天皇上 皇后 嫔妃 公俄才女 所有的东西 把她连太监都算上 随便关灯 抛出直弯的之外 都上了五缝楼了 趴到廊个这 往下看看 往这瞅瞅 往那看看 叽叽嘎嘎 笑语欢声 底下有棚 灯棚 灯棚里头 展示着各种宫灯 这是皇宫里头的宫女 才人们制作的灯 上头标着名呢 都等着领赏呢 所以呢 灯一眼都望不到边 在这里头 有一个小太子 小太子谁生的 武则天所生的 现在武则天 还不是皇上的 还是皇后的 他生了好几个孩子 李显 李旦 李奇 李勇 这是小三儿子 今年不大 也是十三四岁 穿着小黄袍 戴着太子冠 拍着龙袍 挺高兴 几个太监 在这保护着 从武风楼上下来 上灯棚里头关灯 太监给他介绍 你看 这 殿下看这什么灯 这叫八卦灯 你看这灯 三魂套月灯 你看李太太转的 里边望右转 外边望左转 李奇小太子 看着非常高兴 好 正看着这栋功夫 花花太岁 张宝跑来 张宝追得 实在没地方去了 跑进玉灯棚 玉灯棚里头人也不少 他一眼 看着太子李奇了 他跟李奇啊 关系还不错呢 他爹是大官呢 他有时候去进宫 他跟李奇没事干嘛呢 打马球 骑马 打那马球 还交生朋友了 他一看李奇在这呢 心说我得救了 太子在这能助我一臂之力啊 薛刚啊 我怕你 太子还能怕你吗 他肉就跑过去了 哎呀 殿下救命 殿下救命 直溜 躲到李奇身后去 李奇还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哎 你不是张宝吗 是我有人要杀我 谁 薛刚 薛刚 薛刚不是 薛定山之子吗 一点对 哎 来了 来了 正说这薛刚 像风利一样就追来了 马里头 追到太子进前 太子也愣了 站着 你真是胆大包天 这乃玉灯棚 不经过皇上允许 外人你一概不得闯入啊 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你哇哇爆叫 跟凶神恶煞一般 难道你就不想活了不成吗 他也是十三四岁的小孩 仗着自己我是太子 旁边有棍子 保护他的人都拿着棍子 他一身手抄起一条棍子 赵薛刚灭门便打 你是不是想找死 刷就一棍子 向那薛刚里头看看 他戴的什么帽子 穿的什么袍子 你瞅着他是谁啊 要不说薛刚浑浊门愣 追张宝追的眼都发花了 他也没看出这小孩是谁了 一手拿棍子揍自己 他一闪身棍子走空 碰一把 棍子叫他抓住 往怀里一蹬 心里还说呢 你跟张宝肯定是一党 狼狼狈为奸 我管你是谁 你拦着我就揍你 用手一拽这条棍子 越来 你想他多大劲 那小太子能有多大劲 一则是个孩子 二则不会武术 第三也为家防范 拿棍子一坐 人家棍头抓住 一蹬子的身子往前一抢 登登登 抢进来好几步 薛刚一手抓棍子 把这脚就抬起来 啪 就这一脚 那脚有这么大个 薛刚那脚啊 多大的力量 跟老师学艺的时候 踢过百木桩子 把那百木桩子一半 钉在地里 埋起 上它露着一半 两大溜 没事练习着腿上的功夫 棒棒 左右开弓就踢 一开始踢还差 以后踢到什么程度 只要一脚劲 咔吧 百木桩就折了 你说就这脚呀 踢到人身上受得了受 何况是个孩子 这一脚正好踢得当上他 男人最重要就这当 这受不了 咔吧 再看这小太子李奇 从地上都飞起来了 摔出去三丈多远 蹊跃流血 顿时毕命 一脚就蹬出去了 棍子抢过来 就听有人喊 哎呀 便下太子 太子被人踢了 薛刚这才拼您的 太子 我批那是太子 哎哟 太子死了 薛刚那脑袋 嗡 好学没趴下 薛刚一听我的妈 可要了我的命 也不追这张宝了 陌身就跑 福不双至 祸不担心 该这出事 底下发生事了 这一唱是一喊 这声音他往上走啊 御灯腾就在五峰楼下头 五峰楼那楼上头 全都是嫔妃 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公俄才女 高宗李智 五峰都在这看热闹 李智最近身体也不太好 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日子 他都不出来 就在后面养病 身体太虚弱 陪着棉斗子 有人扶着趴在篮子上 往下看热闹 底下这一喊 太子被踢死了 太子被薛刚踢死了 他一着急 啊 他往前这一余 上百人哪 大伙全还挖挖挖 前一使劲 你都多倒霉 这朗杆年久实修了 不结实 工程质量也存在问题 也加着压力也太大 嘎啪一声 把护栏给压折了 一百多人呼噜 全在这五方楼上摔下来 把这位高宗皇帝 整个摔的玉灯棚上来 哭同咕噜 正好摔倒在地 顿时 人是 就人是 不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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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